哈喽,大家好,这一期我想说的内容就是很多小伙伴会在极简的时候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当你要极简掉某样商品的时候,你的家里面人强烈反对,那么遇到这个情况,你应该怎么做呢,或该怎么办呢,今天的话我就跟大家分享几个我自己的经验,希望可以对大家有所帮助。 第一个是我希望你,如果你是只有你自己迷上了极简,但是你的家里人还对这个极简这件事情一无所知的时候,我自己的个人经验就是你先极简掉属于你的那一部分,你可以掌控的部分,而别人的东西或者说家里面的东西,你先去不要去碰它,先把自己的东西先极简好,因为你在丢你自己的东西或者极简处理掉你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一般来说你的家里面的东西,你先去碰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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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也不太会反对的,有的时候甚至都不知道你节碰掉了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样子的话,你先从你自己可以控制的地方或物品去节碰的话,你刚开始是没有阻力的,而且这样子的话,也别于你竖立信心吧,那么等你处理完你自己的个人物品的时候,你再去考虑去处理你家里面人的物品,或者是 家里的公共物品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我可以给到你的一个建议 就是因为你家里的人 对于极简这件事情 很多时候是不知道的 所以你最先做的 不是去跟家里面的人争吵 最先做的应该是 给他们推荐一点 极简的 比如说书籍 或者是电影啊 电视剧啊什么 让他们知道 有极简这件事情 极简到底是怎么样的 为什么要极简 先要让他们了解 这个状况 比如说像你可以推荐给他们看 一些比如段舍离啊 这些书籍 或者给他们 如果他们喜欢看日剧的 你给他们推荐看一下 那个我的家里空无一物啊 就让他们知道说 极简是这个样子的 极简之后是 呃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 为什么我们要去极简 那书本里面说的 也许比你说的 会更有说服力 这是我想提的 第二个建议 你可以试试看 但是如果你的家里人是 对看电视剧 也没有什么乐钟 或者也不喜欢看书的话 呃 那这个步骤 有可能是不可行的 那么如果说 他们也不喜欢看书 也不喜欢看电视剧 也不想 也没有什么心思 或者没什么想要去了解断舍离的欲望的话 那我可以给你推荐第三步 这个也是我刚开始实行的一步 就是你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子 在我实行断舍离的前面一个状态是 我疯狂的喜欢收纳 就是我疯狂的喜欢买收纳的东西 我希望能够把我的家整理的整整齐齐 是我先就是经过了这个步骤 我才慢慢的过渡到断舍离的 那你的家里人的话 有可能现在离你的距离太遥远了 你明白吗 他也没有 他现在还是处于当年混沌的自己 所以你叫他一下子从这个收纳整理 一下子进阶到断舍离 有可能很多人这个脑子啊 就是转不过弯 所以最好的一步就是 当你收完你自己的个人物品之后呢 你就跟你的亲人说 哎呀家里好像有点乱 要不我们一起整理一下厨房吧 要不我们一下子 我们一起去整理一下卫生间吧 然后你就把你们家乱七八糟的东西 全部都拿出来 一样一样去整理 整理之后把这些东西擦干净 把它固定在某个位置 给他们都有一个加 那这样子的话 第一点就不可能造成了东西找不到 然后你们又再去买 第二点的话就是 把它放在固定的位置 也可以提高它的使用频率 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家里面的人 心里上面有一个过渡 他们看到好处了 就是你看整理了之后 你看家里真的很干净了 他们这个时候就会感激你 而不要就是先挑第一步 就挑步骤 就直接过渡到断舍里 有可能是很多人都接受不了的 所以试试看这个方法 你也可以帮你的家里人 整帮他们整理他们的衣物啊什么的 我现在在整理的过程中肯定会丢掉一两件或极简掉或者卖掉或送给别人一两件物品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妈就是一个囤物狂 我回国的时候是有帮我妈整理断舍里的 但是我就是为了这个我们争吵了很多 后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帮他整理 就是我也没有逼你丢掉啊或者是送掉什么 他自然而然就会说哎呀这件不好那件不是很好 我说那不是这样吧你就送给舅妈什么的 然后他就会真的会这么做的 然后有些他就会就是当擦不擦掉就这样子 他喜欢的你就不要逼他去做丢掉这个步骤 就让他自己挑 挑完之后然后你帮他整整齐地这么麻好 你告诉他这个地方是放这些的 这个地方是放那些的 慢慢的慢慢的过了一个月 大概过了一个月吧 他自己会说哎呀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也没有什么用 我还是把他送人吧什么 或者把他扔掉吧什么什么的 什么给狗擦尿擦屎啊就就会这个就会产生这个状况的 所以这就是我可以给到大家的一个意见 就是先帮家里的人呃或者是先在公邦公共区域呃整理收纳 理干净呃相对来说会比较好 呃那最后最后就说一句那个呃提外话 就是很多时候你在处理掉一些个人物品的时候 你的家里人反对的理由是因为他们觉得浪费钱 其实这个东西所以这就导致你们两个争吵的点 就你觉得既然不用就应该就就应该处理掉 但他就会觉得说这是花钱买的 你怎么能够呃把这个东西给丢掉了 呃怎么说因为大家的思想状态是不一样的 对他而言就打个比方说炸汁机 对他而言他花了100块钱买了个炸汁机 那么这个炸汁机就等于100块钱 当你把这个100块钱给丢掉的时候 当你把这个炸汁机丢掉的时候 对他而言就跟丢掉100块钱是一样的 但是呃我一直都觉得这个思想状态是是不对的 就是呃大家听听看我说的是不是有点道理啊 呃很多人说浪费钱浪费钱浪费是什么 是钱是不是啊 也就是说呃在哪一刻你就已经开始浪费钱了 就是在你商店里面刷信用卡也好 付现金好把那100块钱给店员的那一刻 你那100块钱就就已经浪费掉了 至于这个物品在家里是用着也好 在还是放着也好还是丢掉也好 呃你现在家里的存款是不会有任何变化的 是这个道理吗 那么你的存款是在哪一刻发生变化 是你呀去买这样东西的时候 你的存款发生变化 所以现在这个东西放在家里 和这个东西丢到垃圾厂里面 对你家的存款对你的生活有任何变化吗 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所以你在做这一个步骤的时候是没有浪费钱的 那么怎么才叫浪费钱呢 那发生了之后又发生什么样的步骤 那才叫浪费钱呢 是你把这样东西处理掉之后 你发觉你还是需要这样东西的 你还是得使用的 你又去店里买了一个相同的 或者相似功能的物品的时候 那么这一刻就是浪费钱了 对大家是不是觉得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引申出来就是很多时候 我非常反对的 就是你在边极简的时候边买新的东西 因为 因为你在不极简 因为如果你没有就是尝试极简的话 就是只说你保持就不极简的话 你这些东西是够你生活的 怎么着就是你极简掉了之后 你就不能生活 你就得买新的东西了 那么你这个极简掉的那些东西里面 是不是有一些就是你需要的 只是你找个借口 因为想要买新的了 喜新厌旧了 所以你才找了断舍离这个借口 把它给极简掉之后 换了一个你现在喜欢的东西而已 是不是存在这个 不过这个的话 就是我想再另外说一个 开一个视频吧 就是主要的谈谈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会发生 在极简掉之后 非常心理非常迫切的 想要再去买东西 买进家的这个欲望 为什么会导致这个心理 这个我再花另外一个视频 跟大家谈一谈吧 我就不想把视频 就是剪得非常长嘛 我觉得一个视频大概在七八分钟 十分钟我觉得正正好好 好了那就今天的这个话题就结束了 希望我这个视频可以给大家有点帮助 怎么为什么老是说这句话 反正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或者有什么想说的话 就记得留言啊 还有就是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订阅或者点赞哦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